《约书亚记》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 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 约书亚年纪老迈 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 族长 审判官 并官长都召了来 对他们说 我年纪已经老迈 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时 你们亲眼看见了 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所建筑和所剩下的各国 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 我已经年纠分给你们各支派为耶 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使他们离开你们 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位也 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 约书亚纪总共有24章 这个第一开始是1到12章 讲到他们怎么样得地为业 这些打仗的过程 然后第二个大段落是13章到22章 讲的是他们怎么样来分配 所得到的这些土地 最后两章 23章24章 是约书亚临终之前的遗言 劝勉跟提醒 所以23章24章 有点像是摩西死之前 对百姓的劝勉跟提醒的生命纪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把 约书亚纪的最后两章 看成是约书亚版的生命纪 第一节这边谈到说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 不受四维一切仇敌 跟他们来打仗 已经多日 代表说土地 也已经分配给各个支派 好长一段时间 所以呢 约书亚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 年纪老迈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 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们 把他们召聚过来 应该是召聚到这个 放会幕的世罗这个地方 那就对这些领袖们说 我年纪已经老迈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你们的缘故 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 你们亲眼看见 因为你们是跟着我一起 过河 经历到神所做的一些伟大事情的 这一些各个支派的领袖 你们是亲眼的见证人 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以首先 约书亚提醒这些老战友 这些支派的领袖们 我们要把一切的这个 归功于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 都是神做的 我们都是见证人 所以要把这一个见证 传给后代的子孙 因为我老了 我随时要死 所以第一个要把荣耀归给神 免得我们骄傲 好 所以呢 都是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 耶和华 你们的神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四节 他们讲 这边讲说 我耶稣亚所检除的 和剩下的这个各国 从约旦河起 到日落之处的大海 就东起约旦河 西到地中海 我已经都把这些土地 分配 抽签分配给你们各支派为业 那你们各支派分到这些土地 里面有一些 是我之前带领你们 进行十二支派的联合军事行动 已经把一些敌人检除了 而你们分配到的土地里面 有一些敌人还没有检除的 这是你们的责任 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剩下来的是你们自己要去承担的责任 伙伴们兄弟们 我可能随时要先走一步 剩下的未完成事情 各支派请你们担起 你们自己的责任来 第五节 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将他们 就是这些还没有检除的仇敌 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使他们离开你们 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 正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 第三个约书要鼓励这些老战友们 要对神有信心 不要总是说迦南人 他们有一些军事力量很强大 所以我们算了 我们不要就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把他们全部赶出去 约书要到死之前 他最担心就是这个事情 因为斩草没有出根 这个那么多年过去了 他看各支派 很多支派没有什么进展 所以他临死之前就是要提醒说 以前神可以帮助我们得胜 难道神现在不能帮助你们得胜吗 所以你们不要放弃 不要就这样跟仇敌并存 这会带来很严重的后遗症 什么样的后遗症 于书雅待会会再次严肃的提醒 我们继续来读第六节到第十三节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单 经手遵心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不可偏离左右 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 他们的神 你们不可提他的名 不可指着他启示 也不可侍奉叩拜 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 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 从你们面前赶出 直到今日 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 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 因耶和华你们的神 照他所应许的 为你们征战 你们要分外谨慎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若稍微转去 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 彼此结亲 互相往来 你们要确实知道 耶和华你们从你们眼前赶出 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 基建 乐上的鞭 眼中的刺 直到你们在耶和华 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 第六节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 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不可偏离左右 在约书亚临终之前 他回应了约书亚记第一章 上帝对他所说的 他这一生 他非常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如同一开始上帝对他所讲的 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只要谨守遵行 上帝透过摩西所吩咐 我们的律法跟诫命 你教掌所踏之地 你一定会得地为业 在我约书亚身上 会如此的应验 在兄弟们 你们的身上 也会如此的应验 所以可不可以请你们 不要惧怕 当初你们 也一直叫我不要惧怕 后来我经历了神 我不怕了 可是你们现在 怎么还是有惧怕呢 你们应该效法我 不要惧怕 经历神 我想这个劝勉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不可与你们中间 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 特别只是跟他们立约 同婚 约束要很紧张这个事情 他们的神啊 你们不可提他的名 提这个字就是纪念 或是想起 或是回想起 也就是说 你们不把这些国 这些外邦人赶走 你们跟他们混杂在一起 立约甚至同婚 那他们就住在你们当中 那你们有时候会想起 他们的神的名字 什么意思 因为以前以色列人 他们是有牧民族 或是畜牧业的 他们来到迦南地 是一个农业社会 那农业社会的这些迦南人 拜的神都是跟农业有关的 风调雨顺啊 下雨啊 风收啊这些 所以如果你们以后 日后遇到这些 农业上的不顺利啊 或是没有雨啊 或是欠收什么的 你们就会想起说 那些迦南人拜风神 拜雨神 拜风收之神 拜什么什么农业的神 你就会想起 他们神的名字 你们就会转而去 拜他们的神 所以才跟你们说 你们绝对不可以 跟他们混杂在一起 要把他们 跟他们的神的名字 都赶离开你们的境界 所以呢 你们不可提他的名 不可想起这些偶像的名 不可指责这些偶像来启示 甚至也不可进一步来 侍奉叩拜他 这个会像一个骨牌效应一样 让你们离开耶和华上帝 你们不要这样做 你们只要照着 你们到今日所行的 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不要去依靠别神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这些 外邦人赶走 才有办法让你的土地上 不想起别神的名字 弟兄姐妹 有没有什么事 在你生命当中 你不愿意赶走的 别神的名字 他的这个 这个存留在你心中 有诠释 有诱惑力 在你遇到困难软弱的时候 你不是专心来跟随神 你想到的是别神的名字 好像他们比耶和华 更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更能够跟你的保障 那你的结局 就是会离开神 这就是 耶和华一直提醒的事情 第九节 因为耶和华已经 把又大又强的国民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了 直到今日没有一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的住 那这都是我们所经历的 难道我们神 不是凡事都能吗 我们没有经历过吗 所以你们真的要靠主钢墙 把敌人完全赶出去为止 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 因耶和华你们的神 照他所应许的 为你们征战 所以呢你们都是军事将领 我们都打那么多年的仗 这么多年来难道 你没有经历过神帮助你的时候 会让你一个人 就能够追赶一千人吗 所以为什么你们失去了信心 跟胆量呢 你们要再次起来依靠神 因为呢 耶和华他会照着他所应许的 耶和华会起来为你们征战 不同一开始讲的 要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都是神为我们征战 所以你们真的要分外谨慎 要爱耶和华 你们的神 要爱神 不要只是利用神 这是约书亚的一直的提醒 如果你们不照我的规券这样做 我告诉你们 你们会发生的结局是什么 你们如果稍微转去 你们想说没那么严重 我就继续跟这些当地的 家来人立约通婚 偶尔会想起他们神的名字 你们如果开始这样 一开始就不对劲 你们如果稍微转去 你们就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 这些国民联络 彼此结亲通婚 甚至进一步立约 互相往来通商干什么 之类的 你们要确实知道 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不再将他们 从你们眼前赶出去了 因为是你们不让他们走 有时候我们说 主啊 为什么我常常 我心中这些不好的念头 魔鬼的谎言 怎么都赶不走啊 弟兄姐妹 不是神能力不够 赶不走这些东西 是你不想让他们走 现在也是一样 是你们不想让加拿人走 一方面是嫌麻烦 二方面觉得打 可能也无法打得过他们 第三 偶尔想起他们神的名字 他们神的名字还不错 好像还蛮管用的 是你们不让他们走 这个结局很可怕 所以呢 他说这样的话 你们要确实知道 神一定会 这个 他们就会 成为你们的这个网罗 击斩 还有就是他们 会成为你们的陷阱 留着他们 他们就会成为你们的陷阱 进一步使你们受苦 他们会成为你们 热上的鞭 眼中的刺 你留着他们 他们就有一天 会成为你们的祸患 反而会伤害攻击你们 一直到你们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赐的这美地上 你们灭亡为止 所以要留意 一开始就做错了决定 一开始就稍微 转去 不听神的话 你就一步一步 踏入陷阱 一步一步的离开耶和华 结局就是 你们会被神 灭亡 所以弟兄姐妹 真的是不要小看 神对我们的光照跟提醒 我们继续来读 读第十四节 到第十六节 我现在要走 世人必走的路 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 耶和华 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 没有一句落空 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耶和华 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 怎样领到你们身上 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 领到你们身上 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 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 你们若违背耶和华 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 去侍奉别神 叩拜他 耶和华的怒气 必向你们发作 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 速速灭亡 十四节 约书亚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原文是说 我现在要走全地都必须要走的道路 就是人人都会有一死 我要完成我的神 给我的历史的使命和托付 那但是呢 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 原文是你们是 全然的在你们的心里面 你们也是全然的在你们的灵里面 知道一件事 懂一件事 就是 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 是没有一句落空的 都应验在你们身上 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这些福气 原来是好话 是如何的应验降临在你们身上 我们都经历了 都得地为业了 反之 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货患连到你们身上 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的这美好的土地上 除灭 他说 耶和华把一切应许你们的那些好话 按着我们相信神 我们就都让耶和华的好话 就是应许的话 真的都成就应许在我们身上 但同时 如果我们背逆神 耶和华所有那些降灾祸的话 也会临到我们身上 直到把我们除灭为止 哎呀 所以要敬畏神 所以我今天临终遗言所跟你们吩咐的话 你们要听进去 神他说过我们顺服他 照他的道路走 他就会祝福我们 这个好话 我们都经历了 神也说过 我们若背逆他一意孤行 他降灾祸审判管教的话 也会实现 所以我们要小心 十六节 你们若违背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 你们应当守的约 然后去违背 然后侍奉别的神 叩拜别的神 那耶和华的怒气保证必向你们发作 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 速速灭亡 如同被我们 数数打败的这些迦南人一样 所以呢 约苏亚真的是在他 要离开人世之前 他把这些 原来跟他一起打仗的这些 军长们 老战友们 叫过来 鼓励他们 刚强壮胆 鼓励他们 不容罪 在你身上有破口 鼓励他们 要相信神 必能够使你们完全 也鼓励他们继续倚靠 依靠神 美好话语的应许 也要留意 神对我们的话语的 光照 管教跟提醒 若不 那个遵行神的话语 不理会圣灵的提醒 那 结局是可怕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看见约苏亚 他鼓励他的 弟兄们 要刚强壮胆 要继续来经历神的好话 继续经历神的应许 而不是落入 经历神的管教 严厉的话语里面 所以约苏亚 盼望他的弟兄们 继续倚靠神 不要半途而废 约苏亚他 打了他美好的仗 跑完他美好的道路 但他 担心他的伙伴们 没有办法 好好的跑完 他们自己当跑的路 打完他们自己 当打的仗 主这也是给我们 今天读这段经文 每一个人的 最好的提醒 让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让我们不要上半场 打得很好 下半场 却没有信心 离开神 没有办法来活出 神原本要赐福 应许给我们的 那丰盛 得胜 美好的人生 求主帮助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